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始终是父母到一定年龄就像老妈老爸到了七岁 我说你能敲出来看自己一生吗 看不见他也敲不出来 又固执又唠叨 现在又又又 他已经就是绝望失望 他又想有些观众听他说话 但是他又说的那些唠唠叨叨的 又没下心又又固执起见 又一会天他又失望又绝望自己沉默 就止语了 他是从十二到九二到之一 就是他觉得没有轻重 慢慢的他也就那样 又觉得怕自己说错等等 他又觉得说错了 不是人家别人又更看不起他 更对他不好了 就是他自己那种自杂 那种矛盾的心态 你怎么帮他 是吧 而且他又从头一生病 所以趁年轻赶紧休 到七八十岁更难 他听不进去 你跟他说 今天说答应了 我今天这样想我念佛 或者第二天他就忘了 忘了 忘了昨天你跟他说的话 你休息的方法也记不住了 但是你随手 随手你每天啥也别干了 老妈说一会儿一件事 一会儿一件事 他的事都是大事 但是你做的那件事 你啥也别做了 每天在老妈面前 随手老妈了 从早到晚有事 而且都是大事 而且从世界国内外的政治 都考虑到最后到你家 那个马桶盖子的问题 然后怎么做 你说我说随手老妈 那你啥也不能做 就是这样 你说你不随手 你就是不笑 是吧 你不随手老妈 老妈说一个小时 你听了四十五分钟 你都是不笑 要笑心来说 那怎么办呢 一代一代人力就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一切 你最后看清楚 都需要智慧 但这个智慧真不是说 你考了大学 考了博士 就能达到 是真的有一天 你能够撬出来 不要太在乎自己 然后撬出来 看谁给得看 能够旁观 能够对所有人抱着一种 慈悲抱着一种 或者正直戒吧 我觉得首先是佛的直戒 包括你没有佛的直戒 做啥也做不了 你忍辱 修什么 你忍辱 你真的忍出逆伤来 你事实不用佛的直戒 你就平等的 你是忍 我也是忍 我就忍你 那不忍出内伤来 一定要站在佛的高度 站在六道之外 来去看人道的东西 你才能忍辱 或者是 对空心的智慧越来越了解 你的忍辱才能圆满 平时很多人说 老师我忍辱 我忍得很难 我说你把自己第一 在忍道 他也是忍 你忍他肯定内伤 是吧 你是佛 你自己都敲出六道了 你又敲出六道之外的 也去看人道 你忍那个人 你才能忍 就像你是人 忍一敲狗你就能忍 因为你觉得 你比他生命等级高 当然不是说 你真要想 显得耍呀 他是狗 我忍他不能再 但是你要是 站在佛的角度 去站在六道之外 看人的一生的话 什么人不能快 真的 父母也就原了 那就是智慧 跳出来就是智慧 我们这个还是父母打仗的 但是呢 父母还有些 有些父母在家 虽然打着 还是爱着 呵护着 对我们 还给我们教育着 也教育过 你说有些师兄们 父母从小都不在家 一个人 从法底 少数都没人管的 是不是啊 他都不知道什么 怎么做是对什么 连对错都分不起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你说 那个我觉得还不如我们 这个 打得到 我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了解 阿神很惭愧 就是没人教育嘛 阿神自己长得还起税流的 有的父母不在 都找不税流 是吧 尖言大当就是这样练成的 老上司在哪里 他真的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也不知道什么是威胁 就是不知道上司会掉下来 威胁的 他也不懂 就那样子 一个人闯过来 那 就像阿神 就是小时候假如是父母人 那长大了人家 直接遇到了佛法 从开始学习 那真是福报答 直接受佛陀教育 小时候不是到现在知道了 直接佛教育 你看佛陀 拿佛陀的直接受教育 我们也是啊 但是我们还要清理小时候那些印记 是 人间的直接从开始 但是也有一点 就是我们有父母的爱的印记 就像淳小没父母都不知道 你看就像阿神啊 辛华或者是有些就是淳小家里 他面对爱的时候他不会处理 出现任何问题都处理不了 但是他 阿神请会的 哈哈哈哈 阿神请会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各种教育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他 但是他 他有要求 有看法的爱 那种爱就是出现了 什么 就带着慈悲 分了理解一个人 就带着慈悲了 也就不会抱怨他 不会要求他 他怎么样也行 但可能你不会满足他的所有愿望 但是 但是你 也不会移动 不像以前就是女儿对母亲那种爱 他反正是我妈怎么也得爱 他不是那种了 是你理解的 然后你教他一些妈妈 因为他已经平等了 在心心上 但是你教他妈妈 你知道他的每个欲望 每个要求 不一定是对的 不一定是能给他带来幸福的 你有的可以答 有的可以不接受 但是 爱就在那里就是那个 真的是 不管他是不是母亲都在那里 就是假如说你明天成岛 就是说你的内在 尤其你的暴水成就在这个身上 你的气脉完全转化了 假如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坐在你们家 你们家的潮 慢慢就会进化 就是说的一切跟着你转 你会不断地把你家里 或者身边的人的那种 富的都是转转了 就是他你坐在家里 家里就在受益 跟你有血缘的关系都在受益 如果你的血缘完全转化完了 你家里也不在受益 所以一样嘛 就是要 为什么要修抱身啊 就是为了你所爱的人 家里你也应该修 有时候 是这样的 现在心心上开悟 然后手里上 就是大家有时候 你能守住 你去吗 你按钮 你走到你 一直变成 你 可以 스크 嘛 我们 工作 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